介面部分的話,第一個 你把它彈出裡面大概會需要有兩個介面 不過底下會有一個List.xm 這個是做什麼用途呢 這個主要用途是 我們將來那個List View上面 會需要放一個 就是說一個ID為那個checkedTest View 那這個東西請各位就是等一下 把它做這個地方 第一個 就是在Layout底下再增加一個 那這個給誰用的呢 就是給List.xm 將來我們要放一筆記錄的時候 會需要放在這個版型裡面 這個版型裡面的話 其實基本上它非常簡單 它就是一個Layout 裡面放一個什麼 叫做checkedTest View 01 這個其實就是將來因為我講過List.xm 它就是一個這個一個這個 它就是一直幫你把它列上去 那我需要除了給資料之外 還要給它排版方式 那我就按照這個排版方式 當然裡面如果說你要把它變顏色 你也可以針對這個Test View去換顏色 換字形 它將來也會更換那個字形 那做的方式的話 我想前面也有講過 第一個 請各位就是建立一個什麼 我這邊是給那個 叫A210 Sequel Line的一個專案名稱 再來的話就是 新增一個這個 你就把 上面我想如果你可以的話 自己 佈這個 總共會有這幾個 然後如果不行的話 你就是從網路上貼下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按右鍵 新建一個什麼 XML的一個 版型 那這個版型的話 特別注意 我把它取名稱叫List List OK 然後直接按完成好了 完成之後的話 這個裡面沒有任何東西 我們把它切到 XML裡面 請各位 稍微比對一下 其實我是需要在上面做一個什麼 一個 Test View的一個版型 那我直接把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 把這個乾脆直接拿來用 這個 裡面你會發現 多了這個東西 一個什麼呢 一個 Test View的 一個 一個元件 直接 當然你可以把這一行 或者直接 這邊 複製 貼過來 把它貼到這邊來 直接貼上就可以了 把它蓋過去 切到這邊來 然後你會發現這邊多一個什麼 這個 Test View 那將來如果說你要變顏色的話 比如說字的大小 字的顏色 通通都可以從這個地方 去做變更 比如說Tech Color 這邊Color部分的話 這個好像 這個是Link Size 多大多小 這個預設好像我給20SB 那當然你如果字要加大的話 可以從這邊 Color的話也可以變 比如說要改成紅色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邊做一個變動 第一步的話我想各位先試一下把畫面做出來 那等一下的話我們來看一下程式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請各位建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 View 這個是我們的 View View的話就是這幾個東西 反正就是一個 輸入 新增 修改 刪除 再一個什麼 一個List View 那這個List View 將來 我需要一個版型 因為它是不是一個一個的Item 一個一個Item 這個Item要怎麼佈局 我們這邊 根據它 所以你這個地方可以 以後可以模仿 以後如果會用到像那個 List View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用預設值 可是如果你不是用預設值 你希望 轉換它的顏色 顏色啦 字的大小啦 等等的相關的屬性的話 那我需要一個List View 一個List的這個View 去讓它做排版 裡面只要放一個就好 它自動會幫你 把其他的做成一樣的 好 這個是View的部分 再來我們程式部分的話 會需要 去 把這些程式 實作出來 不過在做講這個之前 因為這個 有點小複雜 難度有點高 很多人 很會卡在這裡 所以在講這個之前 一樣 用DDMS 裡面的話 順便講一下 因為DDMS裡面的話 一樣是Data 裡面的Data 那我這邊會有一個 就是 我這個名稱叫 這個啦 我這邊是用預設的是 TQC裡面 GDD02 所以剛剛的資料庫是放這裡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有點像剛剛 Share Preference 不過它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Data Base裡面 那也就是說 它將來的Data Base 是放在手機底下的Data的Data 所以以後 你也可以在你手機裡面找一下 如果你把 這個App裝在你手機裡面 一樣會找到這些東西 然後呢 可是問題 這裡面就有秘密了 比如說很多資料都放在資料庫裡面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撈出來 撈出來怎麼撈 把它點下去 這邊就有一個叫 買db 實際上它就是一個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 就是 SQLite資料庫 你可不可以把它抓回來 可以 用這個 有沒有 Pool 然後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桌面上 好 放桌面上 OK 可是問題 剛剛抓回來那個是XML 你可以按右鍵可以編輯 可是問題來了 它這個是什麼 不知道 格式 它是一個SQLite資料庫 所以 我需要 有點像 SS 你需要 如果你要開 MDB 或者 ACCDB 你需要一個SS資料庫 的一個 SS 的程式 才能可以把它打開來 對不對 可是 如果你是 買 那個什麼 這個叫 SQLite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其實我已經把它放在雲端上 各位可以在哪裡找到 補充 補充資源裡面 這邊有一個叫SQLite 一個browser 也就是說以後 你要開裡面的東西 你手機裡面應該有很多的SQLite 裡面做 有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 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 用什麼 SQLite browser 這根直接 它是免安裝的 打開來 有沒有 那你要怎麼把它打開 Open 然後 桌面上 會有一個mydb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你把它找到 開起來之後 裡面的東西呢 就可以看到了 這個mydb mydb OK 找到對不對 按開啟 好 開起來之後的話 請各位看一下 它裡面的那個 結構 中間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加的 叫做mytable 也就是說 這個新增技師裡面呢 會有個table data base 裡面 進來就是一個table 就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呢 有兩個欄位 一個叫底線id 一個叫底線test 這是欄位 所以結構是 資料庫 資料表 兩個欄位 那我們看到的東西就是在 底線test1裡面 id是沒有出現的 那如果你要看裡面的資料的話 切到那個browse data 裡面的話找到這個mytable 剛剛的東西 1 是55 3 是333 4是22 你想說2呢 因為剛剛不是刪掉一筆 對不對 所以它是 自動編號 一直編號一直編號下去的 所以 從這邊應該可以比較具體的 那等一下的存取 通通都是 有這種關係 那只是說呢 我們現在是用那個seqlite browser 這個程式 幫我們打開 幫我們去看 所以裡面一樣可以新增 修改刪除 但是如果我今天不是藉由這個程式 而要能夠做到我的所有的 開啟資料庫 開啟資料表 然後去做新增 修改刪除 查詢這些功能的話 該怎麼做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 這樣各位比較具體一點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程式 坦白講 真的有點難度 然後首先的話 第一步 我們一樣開啟這個 Main activity裡面 然後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我建了一個stream 就是它的名稱叫 My底線DB 有沒有發現 名稱很親切吧 第二個table name table name就是 My table 有沒有很親切 這個東西有沒有 實際上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的 開啟的MyDB 實際上 將來我們取的名稱 就是這個 Database 那table的名稱的話 就是 什麼呢 MyDB有沒有 然後呢 Fill1 指的就是 底線ID 打開來看一下 基本上有沒有 兩邊是對應的嘛 有沒有 所以將來這個 對應到這個 這個 對應到這個 好 那有概念之後的話 接下來還要宣告一個 SQLite database 這個類別 其實就是 在上面這邊 Import 我們來看一下 它隸屬於 Database裡面的一個 SQLite 底下的一個 SQLite database 那因為我要用它 所以 必須把它宣告成一個 Database的 物件 好 用它做什麼呢 它是一個 物件 所以呢 可以去連結那個 MyDB的資料庫 好 資料庫連 第二個 我要怎麼連裡面的那個 什麼 資料表 特別注意喔 就利用 Cursor 所以 Database 對到的是 資料庫 Cursor 對到的是 Table 就是裡面的那個資料表 好 那其他的話還有什麼 ID 預設只是 負一 負一的話表示 可能裡面沒資料 預設值 然後再來什麼呢 ID text 然後button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這個可能之前寫的 比較笨一點 你可以怎樣 把button全部放在一起好了 這樣的話又省了幾行 其實我 像我常常喜歡就是 程式越精簡越好 所以 如果有比較長的程式 我都把它夢比較短 OK 然後 List View 所以一個 AD text 三個button 分別是新增 修改 刪除 然後一個List View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比較多 多出來就是 這個 跟這個 還有就是 預設值是第幾筆記錄了 那再來就是連結 連結這個也沒問題 連結 這些 然後呢 按Create的時候 我們就是做連結 另外呢 把 update跟Delete怎麼樣 把他 setAble 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們剛剛不是什麼呢 這個地方 叫做 False 這個地方 有沒有 把他不能 就是False 就是不能按下去的意思 當 什麼時候可以按下去 這裡面的詞呢 改為True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以後 你啟動的時候 你不希望讓 某些按鈕被點擊的話 可以把它設為False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需要做什麼呢 這個地方有個 叫做False 那這個語法 主要就是說 因為 if not existing 這個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 這個table 這個table名稱叫什麼 叫做 mytable 如果不存在的話 再去建立 但是如果已經存在的話 就 不要再建立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就是說 因為我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應該沒有這個table 所以我要去 把它建立起來的話 那裡面的話需要什麼 一個ID 一個 Test1 它的 Type 就是它的資料形態 一個是Integer 它是PrimaryKey 主Key 裡面第二個是 Varchar Varchar的話 裡面可以放一些 包含就是自串的東西 那裡面的話 其實後面這一串 有沒有看到 就是在講這些 這個是ID 然後它的 格式 這邊有一個叫 Auto Increment 就是自動帳號 再來這個是 第二個欄位 Nano就是一定要有資料 OK好 那這個我想如果你以前有 學過SQL相關的東西 這個應該不陌生 這個地方的SQL語法 主要就是說 如果這個table沒有建立的話 就要去建立 再來的話 就是什麼 去Open Create 這個語法主要是什麼 我要去 打開 因為我剛剛打開的話 是用這個軟體 可是如果在 我們的手機裡面 必須利用什麼呢 這個 Database 這個 物件 幫我去開啟 那開啟 第一個就是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 叫 MyDB 然後 開啟的模式的話呢 我這邊是叫做 Mode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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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模式的話 我是從這邊 這邊也是一樣啦 你可以 有好幾種模式 那我是選擇 是那個 Writeable 可以 可以把它寫入的 然後 最後一個是 最後一個參數 也是從這邊 這個叫 Cursor Factory 預設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給 那麼我就可以 所以呢 我這邊 開啟 或者是 Create 特別注意喔 他有好幾種語法 有 Open Database 或者是 Open Over Create 有什麼差別呢 Open的話是一定會有 可是呢 Over Create是說 如果這個資料 庫不存在的話 就怎麼樣呢 多一個 Create 所以如果沒有 那就幫我Create喔 然後再來 Sq Sequel Sq 什麼 Sequel呢 Sq 上面這個 Sequel 這個 Sequel的話 就這個語法 那什麼意思呢 當 我已經產生資料 庫的時候 就幫我執行 這個 這個語法 就是確定一下 裡面有沒有一個table 如果有 那就不要產生 如果沒有 就幫我產生一個 空的 資料表 兩個欄位 那我要幹嘛 放資料啊 如果已經有了 那就不用再做了 OK喔 所以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喔 這個可能 跟其他的資料庫的用法 差不多啦 如果你以前有接觸過 其他的資料庫的話 應該都差不多 再來的話 因為需要到資料庫 所以需要一個adapter adapter好像很熟 以前的話 如果文字的話 就是 叫array adapter 正列的 這個 連接器 那如果是資料庫的話 特別重要 它叫做 Simple Cursor adapter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 就是要連那個table 把它放在 在listview 裡面就對了 裡面的話呢 大概會有這一些 它會跟你要幾個資料 包含就是說 你的c在哪裡 context 然後你的 科 你的那個什麼呢 第二個就是你的那個 版型 所以 第二個給一個版型 第三個的話給cursor 第四個的話呢 看需要給一個stream的正列跟印的正列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分別把這些 通通都放進去 裡面包含就是說 控制是list 就是這個class 然後呢 我們剛剛不是有新增了一個view 這個就是決定它的畫面 然後 資料的話呢 是cursor 就是剛剛查詢的這個table 再來的話底下 new 一個什麼呢 3這個地方 主要是 放裡面的資料 第二欄的資料 然後再來就是說 第二欄的資料放在哪一個view裡面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稍微了解一下 最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adapter set adapter 把它放給誰呢 放給listview OK 所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run起來的話 有點像這樣 我把它back掉 當它開啟的時候 然後它就會 去把資料 幫我調進來 資料一個一個一個的放進來 放在listview裡面 並且這兩個按鈕是disable OK 那等一下再來看這三個按鈕的作用 這個比較稍微 需要理解一下 但是你也不用spay 這些東西有些都固定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